直連抽 會有什麼驚喜呢 昨天敵藍 今天是什麼呢 哎呀沒中 哎呀 呃不 欸欸欸又一個二階共鳴 啊不是不是 時刻本來就會有一個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辣椒 那麼今天呢 要來進行 另一種階段的 暗月活動 那麼 我們一樣 依照昨天的慣例呢 那我們 先再來抽個復魂吧 抽個復魂吧 一樣 11抽 來看看今天 會有什麼角色出現 Open 緊張緊張 刺激刺激 哦 二階共鳴燈 哇 不錯不錯不錯 啊 首抽就給我一個二階共鳴 哎呦 龐龐 龐龐是你 啊 龐龐 啊那麼我的龐龐呢 要進化囉 首抽二階共鳴 龐 好 他要變成中師了 進化 代理師範 變成武學大師 MASTER TIGER 好的 攻擊力增加 獲得破風的機會 啊 應該說是獲得破風呢 有機會獲得兩成 一次獲得兩成 很OP啊 很OP啊 各位有用過旁的都知道啊 大家破風滿了那個接技啊 哇 真的痛 好的 那麼接下來要來 用我們的十連抽 會有什麼驚喜呢 昨天敵藍 今天是什麼呢 哎呀沒中 哎呀 又一個二階共鳴 十顆本來就會有一個二階共鳴 基本的 不要啊 不要這樣對我啊 都沒有金色的 中間這一顆呢 好吧 看來 昨天有一個 金色敵藍 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那麼今天的十一抽呢 算是共骨啦 好不好 今天十一抽總戰機 兩隻二階共鳴 沒有任何一個三階的 唉 心裡還是有點不識滋味啊 畢竟這五百顆 存得非常久 來 今天的二階共鳴會是誰呢 安傑利亞 啊 正妹一個 正妹一個 好的 那我現在也正式擁有了安傑利亞二階了 心裡總有點空虛感 被昨天的那個 金色 喂飽了 我心心苦苦存的 五百顆就這樣 沒了 好啦 我們還是要來進行我們的 活動 按月活動 那麼呢 呃 我的劇情部分呢 算是全破了 我的劇情部分 算是全破了 接下來是 戰鬥部分 戰鬥的部分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擺上自己的角色 好啦 來個 金色旁旁 試水溫 戰鬥劇情的話呢 就沒有劇情啦 說錯啦 戰鬥 就直接戰鬥啦 就直接戰鬥啦 好不拖泥帶水 好 那麼再來這一關呢 我們角色是不會對 對方造成任何一點傷害的 造成不了任何一點傷害 那麼呢 這算是另類的戰鬥啦 隨時會有落實 即向雙方 那麼這場呢 就是拚誰的血量 先被落實砸完嘛 好 那麼我們是沒有辦法用 暴力輸出把他們帶走了 我們就是要 破他的防 誰 只要身體上沒有減傷 落實就會對他們造成傷害 所以我們要將 增加自己的減傷 破掉對方的減傷 非常簡單 你看兩隻都沒減傷 落實打下來 好很痛很痛 好 再賦予我方減傷 等下落實打下來就沒感覺了 沒感覺 好接下來換打他們囉 沒有 落實落在他們身上 怪 我真的越來越想把我的角色都弄上那個 共鳴三階 我反正共鳴三階也就是金色阿 那個特效阿 那種霸戲都會出來 我真的真的非常喜歡 攻擊方式都會變帥你知道嗎 好的 那我們這個戰鬥劇情呢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難度的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難度的 穩穩的來 一定過得了 帥 帥 帥帥帥帥 好 輕輕鬆鬆 好 暗月的旅程 終極 好 我的故事的方面全破了 故事方面全破了 再用我的旁旁吧 我發現 旁好像是我第一隻金色的 那個 第一隻金色的金色魂心角色 哇 沒想到 我一開始用的旁 居然是我 第一隻金色魂心的角色 好 這一關跟剛剛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在於 剛剛我們必須要利用那個 一顆魂心 一顆黑色魂心 消除對方的減傷 接下來這一關呢 我們必須用兩顆魂心 消除對方的靈魂 原則不變 角色對敵方造成不了任何傷害 只能靠落實 看來也是 沒有什麼難度的一關 一顆 穩穩來 一定過 一隻已經即將要死亡了 消除他的靈巧 落實砸下 掰掰 剩下一隻啦 消除靈巧 好 掰掰 OK 基本上前面的話 輕輕鬆鬆 了解該關卡在做什麼的話 基本上沒什麼難度 希望各位都能順利通關 那麼呢 我的面具已經收集到了 21頂 哇他總共有40頂可以收集 哇有點遙遠 好 那我們再接再厲啦 今天先這樣啦 各位掰掰